男人的面子到底有多重要 我这种猛男不需要 我跟你说我的黑夜圈可是打架打来的哟 呃 打架 打架打输一点都不可以 打输 沈迪 我为我的可怕对手上了他永生难忘的一课啊 果然男人为了尊严到死嘴都是硬的 这天宝哥化身勇猛的骑士 拯救身处陷阱的女士 而这一切全都是风雨老大的圈套 随后两人摆开架势开始决斗 此时被绑着的女士气得只想骂娘 而壮汉还在不断斗嘴 危急关头宝哥果断出手 撕开衣服准备接下火车 下一秒 原来一切都是他在做梦 清晨醒来必须提一口仙气 结果小小平带都让他直接蓄了 随后拿出钳子就是一下 不出意外的话意外就来了 这下算是彻底破了响 小窝看了都忍不住想笑 为了遮待伤痕宝哥戴上同客墨镜 结果一出门就遇到了派对 眼看已经被发现 为了男人的面子 宝哥只好谎称自己与风雨打架把营了 一顿吹嘘让派总投来崇拜的眼光 这下宝哥算是彻底飘了 走在路上看到正在赶牛的山迪 他询问宝哥是不是跟别打架打成这样的 宝哥却死鸭子嘴硬要把牛吹完 而山迪对此表示怀疑 看他细胳膊细腿没被打死就算是好了 宝哥只好为山迪脑部一场大戏 吹嘘着自己跟风雨捷克的战斗 山迪实在听不下去让他赶紧去上班 来到谢宝王一脚踹开大门 满脸的欠揍的表情 恨不得让所有人都知道他这英雄一般的伤害 各位朋友听好了 我只说一次不再重复 硬汉不喜欢落里啰嗦 给我注意听老奶奶 你们大家一定都很想知道 我的黑眼圈怎么来的是吗 并不想 好啦谁说的 是不是你老奶奶 随后宝哥开启嘴炮模式 一顿天花乱坠漏洞版出 正在说话的时候 没想到风雨老大真的来了 宝哥瞬间被吓得跪倒在地上 哭着求他别揍自己 为了证明自己说的是真的 宝哥回到家拿来道具 又现场一比一地还原了事情的原委 最后两个眼睛全都撞了 咱也不知道他这样做头什么 而风雨捷克只是为了他做的谢宝而来 这下宝哥算是得不偿失 马上直接送进你的 头 根 脖子 上面 我求求你真的抱歉 别抱歉 废话少说 你有种的话 现在就跟我单挑 我求求你 我是个小鸭娘 坐 吴 response 那个